錄製聚集把它完成 做法其實跟剛剛蠻雷同的 所以我當然簡單說一下 後面可能請各位自行再複習一下 等於是給各位做個練習 第一個當然清楚 清楚很簡單 一樣是三個動作 游標先放在B2 Ctrl Shift向下 不對 Ctrl Shift向下 它已經跑到最下面了 所以假設你這個 不過剛剛這個為什麼會不OK 因為它這裡面沒有資料 如果沒有資料 它一定會跑到下面去 所以假如有資料 你會把Ctrl Shift向下 就沒問題 OK 所以如果你要錄製 那個清除聚集的時候 記得裡面要有資料 如果你沒資料的話 它會變成它會跑到下面去 因為它會直接沒有辦法 它不知道哪沒有資料 它會跑到沒有資料的地方 所以第一個先 一一游標放這邊 Ctrl Shift向下 Delete 這個清除比較簡單 那這個刮鬍字串一樣 游標一樣放在B2 然後上面點一下打勾 然後向下填滿 填滿就是這個 這邊有個框點 快點兩下 而且要點準 你如果點歪的也不行 OK 然後把它一樣錄下來 那你說 老師那是不是直接不用錄的 直接拿資錢來改 可不可行 是可行的 只是說你還是要看懂上面程式的部分 有哪些地方該改的 那不過我們先不要那麼複雜 我們先把那個動作錄下來 假設 因為這個比較 比較 跟剛剛的動作雷同 所以 假設我已經錄完了 然後我已經做完了 那一樣 這邊會出現兩個 所以當然執行 你可以從這邊執行看看 如果你這邊執行OK 沒有問題 那你就可以再接下來去做錄製 然後先執行 再來就是把它編輯一下 那編輯的部分的話 也是跟剛剛一樣 請你在這個上方 加上註解 有沒有 1 優標放在B2 所以這個step1 這個應該還是1 有沒有 然後2的話 輸入公式 所以輸入公式在這邊 這邊的話 這邊是2 這邊打勾 3的話向下填滿 在這邊點兩下 向下填滿 這個是3 1 2 3 所以 再來請各位就是自行 再把這個 這個註解輸入到 這個程式的上方 那當然一樣 如果最後這邊 有一行這個多餘的有沒有 剛剛講過 其實這一行也是多餘的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要 這一行也可以刪掉 那清除的話都一樣 就是優標放這邊 然後Ctrl-Shift向下 按下Deliz 那自行再把這個 註解把它加上去 那如果加上去之後呢 也沒問題 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再把那個按鈕 把它加上去 那這個按鈕還記得吧 如果你要加按鈕的話 一樣從這邊插入 這個 表彈控制項的按鈕 然後呢 一樣拖拉 然後選這一個 之後的話呢 把名稱複製貼過來 那其實這個按鈕 多做幾次之後 應該就熟悉了 那不過呢 這邊衍生性 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第一個按鈕做出來之後 就有同學做第二個按鈕的時候 它會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 你在怎麼做 好像很難剛好對齊上面 有沒有發現 好啦可能都會偏一點點 有沒有就偏一點點 然後大小好像又會不太一樣 雖然呢 它不影響就是說呢 這個執行的結果 但是 就會感覺好像不夠美觀 有沒有 你會發現 這個在執行上沒問題 但是呢 按鈕好像就有同學會反應說 老師這個地方這兩個好像長得並不一樣大小 而且呢 也沒有對齊 一樣的位置 那感覺好像視覺上會不夠專業 所以如果假設你希望能夠把這個按鈕變成一樣大小的話 那記得喔 你可以怎麼做 一 請你按下Ctrl鍵 選這兩個 選的話就點左鍵 Ctrl鍵按住 然後再點這個 再點這一個 先把這兩個選起來之後 請特別注意 你選完這兩個之後 上方會有個格式出現 主要是這個東西 那這個格式的話呢 就是可以讓你去設定他們兩個 讓它長的一樣的方法 這個格式的話呢 點擊這邊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要怎麼樣可以讓它 當然大小先不調 先主要是調對齊方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格式這邊有個對齊 那我們應該怎麼對齊 應該怎麼 讓它什麼 靠哪個 應該靠左對齊好了 所以這邊有個靠左對齊 OK有沒有 它就靠過來了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我如果希望讓它的那個什麼 大小一樣的話 那其實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在這邊高度跟寬度 可以自己填 或者是說你這邊可以 可以把它填 但至於它多大多小 你可以什麼 以其中一個當基準 所以你就是 在按Ctrl鍵 先選這個一下 然後你可以什麼 格式地方 稍微記一下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取個整數好了 高的話呢 目前是0.88 然後呢 寬的話呢 是多少 3.76 那你再選這個 所以 再取消它 再 按Ctrl鍵點它一下 一樣會有格式 它目前是0.8 少一點點 所以0.88 有沒有 然後3.76 它是3.67 所以顯然寬度好像比較窄一點點 3.76 OK 然後把它這兩個設一樣之後的話呢 這兩個大小就會一模一樣大了 不過 坦白講真的有點麻煩 有沒有 所以以我的習慣哦 我 比較習慣的方法是 如果我先做好一個之後哦 那我第二個 我就不會用那個 再用這邊插入 而是用這個來複製 那怎麼複製 直接拿這邊複製一下 按右鍵有沒有 複製它 然後把它貼到下面 一模一樣大 但問題兩個是一樣 沒關係 如果你要修改它的話 按右鍵 這邊不是一個指定聚集 你可以重新再把這個改成叫清除聚集就好 所以點它一下 然後找到清除複製 有沒有 一樣嘛 把這個按確定之後 再把這個上面的按鈕名稱 改成叫清除聚集 這樣就OK了有沒有 資金 清除 那保證啊 這個因為這個是從 這個是從這個複製過來 所以保證一定會一模一樣大 不可能比較大比較小 這個方法是我比較常用的 不然你可能還要再透過 剛剛講的這個方法 去設定它的大小 真的有點麻煩 當然對齊這個是可以常用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今天 最後就是把這邊也做個複習吧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余彩晶在哪裡 如果說在傳閱的時候 請大家順著傳 然後是兩張飆漏 因為這樣子 其實我找不到你們 你也挺動的 的 我只是在那裡 對